路虎也是放大招了 旗下车型现在价格暴跌 而就连我们上班族现在也能够开上路虎了 并且一下这三款车型款款优惠都在10万以上 特别是最后一款 现在只需要26万就能够入手啊 这难道不比买安克奇和汉兰达划算吗 并且他们也是能够和宝马奔驰一较高下的车型 可以说现在入手非常的划算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路虎揽胜极光 指导价38万9800到47万5800 优惠能够到10万5800 入门执行只需要30万就能够入手了 很多消费者买这款车的时候 都会首先考虑它的入门级版本 这是因为动力方面搭载了R20T发动机 抱200的马力和320的扭矩 匹配的是980变速箱 而它的429800的版本优惠以后是在38万多 相比入门级版本贵数了8万多 并且马力只比入门级版本多出了49匹 个人感觉非常的不划算 而这款车常入达了4米531 轴距2米841 空间方面也是比较宽敞 再加上48伏清魂系统的加持 油耗能够低至8.9 实际来开的话也才10个 这款车真正做到了让你拥有大空间 低油耗 而这还不算完 入门级车型都配有四驱系统和前后独立显架 再加上车的5个气囊 5种驾驶模式切换 后桥先滑差速器 超大偏的预警等系统 可以说直接拉满 称它是入门级高配 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随着近几年 路虎品牌印象力逐渐下降 也是让很多消费者都不看好 但是它旗下车型依然拥有着高性价比 入手这款车要比买奥迪Q5号宝马X3更加的划算 对此你会心动吗 第二款路虎缆胜新卖 这款车在外观方面被誉为小缆胜 而它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 官方这道价56万8到73万8 优惠能够达到17万 现在只需要43万多就能够入手了 要知道这可是一款进口中型SUV 现在跌到43万多 难道入手不香吗 再结合2.0T抱250的马力和365的扭矩 以及8IT变速箱的加持 让它0-100加速更是能够达7.5秒 既兼顾了速度与激情 并且还兼顾了油耗 而它也是个3.0T的版本供你选择 搭载了和路虎缆胜通款的发动机 马力能够达340 扭矩能够达480 搭载了6缸发动机 动力方面是比较强悍 0-100加速更是能够达6.3秒 只不过油耗方面要12个往上了 推荐入手大的入门级版本就可以了 车长4米81 轴距2米874 而且和四驱系统加持 以及墙后独立悬架 操控性和通过性对方面 可以说完全不应担心 并且车内还搭载了主动降噪技术 和11点C-C的中共屏 13个喇叭 后排隐私玻璃 对车内的乘客照顾的也是比较到位 所以说43万毒鼠这款车也是比较划算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路虎发现运动版 作为路虎的热门中型SUV 这款车在销量方面虽然不能说特别的亮眼 但是也说的过去 这是因为它的价格运回来以后也是比较亲民 入门级车衣已经从356800的价格跌至26万 把它搭载了200T加48伏价系统 马力能够达200 扭矩能够达320 匹配9AT变得香 零把加速更是能够达9.2秒 动力方面也是比较亲民 再结合车内无个气囊 超导片预警等于系列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说丝毫不输通级别的X1 但是这款车它的定价可不是X1能比的呀 简直比奥迪Q5L还要更胜一筹 只不过由于厂家的这一失误 才导致现在尴尬的局面 并且车长只有4米6轴距2米71 空间方面的表现也很一般 如果它不优惠力度这么大 我想这款呢是要面临停产 试问陈慧花30万到40万的价格 去购买一款车长不到4米6的路虎呢 对此你会入手X1这款车呢 以上三款路虎车型价格方面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现在入手也是比较合适 对此你会考虑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超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